台北市议员李燕秀与周美里里长邱莉玲开心的与民众合影 因为背后这一条原本电线杆凌厉的新民路321项 现在整个大变身 成为人形环境良好视野宽阔的巷道 这可是两人四年来携手合作努力推动的结果 希望作为里内后续推动电杆迁移下地的示范区 新民路长期其实在行人行走的安全上 其实一直有很多的电线杆 那这一次经过我们多年的争取跟会刊 还有在里长协调地主同意之下 我们一口气总共在这段路上拆了9根高压电线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马路后面其实天空是干净的 这是唯一大概在周美里新民路上最干净的一块 那它会是一个我们周美里的一个示范区 也希望所有里民看到这条路因为电线杆拆 绿色标线 整个绿色标线之后天空也很干净 现在这两天马上就是台风来了 我们也不用担心说突然由哪一个电缆突然掉下来 打到民众或打到其他的房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当初事先画红线 接着就画绿色标线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了绿色标线的同时就发现 因为我们上面的障碍物太多 所以从109年我就和李彦秀李议员帮忙 我们一直不断的会刊 不断的在立月开了很多次的协调会 我们今年终于让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 所以我们在里民所有的方理是非常的开心 觉得觉得说哇我们有一个好干净的道路 大家可以安全的使用 不管是这个小朋友要去打球打棒球 老人家去和平公园散步 还有就是我们的邻居们他们要回家 是有更顺畅的路 镜头转到在陈北桥以西的西名路段 因为发展较早人口密集 路口多路浮教载 加上沿路电线杆林立 这段道路的人形环境更加恶劣 在中美里长邱丽玲反应下 李燕秀也邀及台电与台北市政府新公处 公园路灯管理处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希望及时广益寻求改善方式 陈北桥以西是我们整体中美里里面 最早发展的社区 相对上无论是行人的绿色标线也好 或者路上有太多的障碍物 这就是所谓行人行的不安全 一般长辈老人家孕妇也好 或者是推娃娃车的妈妈们走路 其实都走在马路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期 旧社区反而要把电箱电线杆路灯 移植到最安全的地方 以及地下化最主要的目的 那这个过程其实需要很多长期的 努力地属的同意书 市政府的配合 还有台电想办法规划设计 它的电压 电压跟它的路线能不能移到公共空间去 那这个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会刊结果确认西明路338巷口 这一处路灯杆将更新内缩 其余向到路口的电线杆 李燕秀也请台电方面规划下地诊病的可行性 希望早日还给市民安全的行走空间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